文通這問題應該是大概就已經這樣 我們在第一個小時的時候 就說過 所以你問我說 這個冰克龍跟飛克力比起來 對一支油比較好用 以弘冰克龍比較好用 當時飛克力比較好用 兩種是不是可以加上用 當然可以兩種做費用 就是以弘減治療 這一定很好 但是是不是有這個必要 你自己要斟酌看看 如果沒有斟酌 這個用一般來說 算不斟酌到冰克龍就很好用 如果是斟酌到飛克力 還是四顆粒 這很多好朋友 用過後都會告訴我 四顆粒比較好用 我個人的經驗也是這樣 有時候這個藥確實就是 一個人一個人的經驗 我覺得你不能跟他 一直說四顆粒很好用 每天都夾四顆粒 夾夾幾次 這個效果也沒辦法說太好 所以 任何一項這個油 就是我們一定要分 這個儀方性的用油 我先做儀方 還沒丟到就要丟了 我知道有可能會丟到就要先用 反正說像文庫民 文庫民 為什麼會丟這個文庫民 我們這樣說會炒價重 為什麼會炒價重 我們自己要稍微檢討一下 為什麼會去折 不是說 丟到要來轉油 轉油那是不丟他的節節超大 不丟他的節節超大 所以一般來說 這是一個 這個文庫 他算是一種 這個峻合病 就是說峻合 這個 來幫他用 所以因為 如果是想過頭洪漲 還是說想過頭 這個通風不好 想過頭髮 上面 這都會對 還是說你上一次水已經有得到 上一次水文庫很難 比如說你 早上文庫平就很嚴重 萬當 可能想不過 可能你就要鼠聲 謝謝長 你就要先做他 那如果是說 陣情 如果沒有什麼反應 說濕度館 黑暗 連續黑暗 這中天 要很小 這個 黑暗 天很容易到文庫平 那從現在這中天 一頭妹妹在照的時候 過去到這個文庫 後班的 後班的 這張文庫平 對 後班狀的 這種 我們要自己要檢討 一定是我們的淡素肥 太過頭 過量 太過頭 大毛 這個水分的大淡變化 控制料不好吃 這沒什麼 沒什麼好消責 沒什麼好消責 這通常是這樣 通常說我們在煮這個油 我們一定要先 那個水 稍微讓它 稍微讓它 稍微讓它稍微讓它 稍微讓它稍微讓它 稍微讓它稍微讓它稍微讓它稍微 稍微讓它稍微讓它稍微 Aww 它的效果就很好 所以這水分的大淡的 這個關 li 應該是這個 Grace